为了提升远景处理车祸事件的能力与速度 新北市警局交通大队19号在中和第二分局前广场 举办了交通事故处理评比竞赛 希望以标准的SOP流程 减少车祸引发的交通回堵以及用入人的困扰 新北市警局从100年开始创设的交通事故处理专责化的服务 包括了中和一、中和二、永和以及板桥和海山等五个分局 所有的交通事故都是统一由交通分队受过专责训练的远景来处理 而为了达到观摩学习的效果 还举办了交通事故处理评比竞赛 测试远景对事故处理的品质以及细腻度还有时间的掌控等等 让民众能够感受到交警的专业和热忱 第一个是可以确保所有交通事故民众的一个权益 第二个是加强加速与关于车祸处理的时间 减少因为塞车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的支出 另外我们也会根据这次的评比 把所有远景处理的交通事故的平均值 列为未来远景处理类似事故的一个参考值 另外黄佳琪大队长也提供了民众遇到车祸时的五字口诀 避免之后可能发生的争议和纠纷 放拨划移等 所谓的放就是放置警告标志 拨就是拨电话通知警方 所谓划就是把事故的现场的车辆位置划设好 也就是定位 移就是把车辆位置做好一致 避免阻碍这个车流 所谓的等就是等候警察到现场做处理 那如果我们这个一般民众记得这五个步骤 应该都可以对这个交通事故做一个比较快速的处理 新北市警局表示 未来将以这一次受测时间的平均值 作为日后处理事故时间的参考标准 藉由统一的流程 确保民众权益提升民众的满意度 中家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导